她流出来的眼泪,竟然是硬的 每隔5-10分钟,就会自动的流出一颗 而当时就流出了超过200颗 这位少女把这些钻石眼泪给收集起来 并放出来给众人欣赏 第五,火焰使者 一名三岁,天真无邪的女童 竟然可以用念力来生活 甚至包括多户邻居及教堂都成遭殃 你,相信吗? 这名来自菲律宾郊区,名为Emma的小女孩 拥有着一种独特且非常可怕的超能力 只要她念出火的字 然后心里想的地方就会开始起火 这听起来非常的疯狂,对吗?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Emma去过的地方 都会莫名其妙地发生火灾 而被人们发现之后 她也被指责是偷偷地利用火柴来起火的 直到她的父母亲夜目睹后 才发现其实她是利用念力来起火的 当Emma接受洗礼时 还被人们拍到教堂的布告蓝也突然起火 神父之后对外称说 这绝对不是认为的 在这件事广为流传后 当地的镇长连同科学家和警察 也一起去了Emma的家查看这事件的真实性 而对于这小女孩的超能力 各界的人士都中所纷纭 有人认为火患是因为精灵而造成的 这小女孩只是能遇见感应得到 一些灵媒也相信 这项能力其实是来自于她的前世的 而在一连串的事件后 当地的警局及消防局也开始轮流派人 驻守在小女孩的家附近 以防止事故再次发生 第四 钻石眼泪 当你看到别人哭泣的时候 当下可能会安慰一句 不哭不哭 眼泪是珍珠 而巧合的事 竟然还真的有人流出的不是眼泪 而是珍珠钻石 这件事情是发生在2012年 印尼一名十二岁的女孩身上 据这位女孩表示 在小的时候自己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眼睛流的也是眼泪 直到有一次她在睡梦中梦见了一位老婆婆 那位老婆婆在梦里送了她一颗椰子 并让她把椰子给剥开 而直到第二天梦醒后 她再开始发现异状 感觉好像有什么藏在她的眼睛 而到后来才发现 她流出来的眼泪 竟然是硬的 每隔五到十分钟 就会自动的流出一颗宛如鑽石般的透明结晶体 而当时就流出了超过两百颗 之后有其他的眼科医生 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 女孩的症状在全球是非常的罕见的 也很难确定其中的确切原因 这鑽石结晶体有可能是因为眼泪中含烟浓度太高 或者其他身体疾病而造成的 不过奇怪的是 这位少女并没有因为这个鑽石结晶体卡在眼睛 而感到任何的疼痛 反而还不介意把这些鑽石眼泪给收集起来 并放出来给众人欣赏 非常的神奇 据说在远古时期 人类的确是拥有第三只眼睛的 而后来因为人类的进化才消失 当然这些也只是传闻而已 但在印度 却有一位九岁的小女孩 只称自己拥有第三只眼睛 即使把双眼蒙上 她也能看见周围的一切 她这番言论自然的引来了网上的议论 也有媒体来专门采访她 然后顺便对这小女孩的超能力进行考验 一开始记者将小女孩的眼睛蒙住 让她读取观众在纸上所写的字 果然 小女孩轻松的就念完了 之后 媒体还准备了各种颜色的小物品 让她按照颜色的顺序排列来摆放 结果还不到十秒 小女孩就把这些物品的颜色顺序给排列好了 这也让在场的观众感到难以置信 认为应该是有人通过耳麦告诉小女孩 来达到鱼木混珠的效果 而在现场就有一位媒体小哥 他虽然很不相信这位小女孩 因此他做出了一个比较有挑战性的难题 那就是他在小女孩的一旁画画写字 然后让小女孩把他刚才画的字和图案 重新完整的给画出来 而结果 小女孩还是很轻松的搬到了 也上了当地的新闻 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最后 这位小女孩也说到 其实这神奇的能力 是每个人都能成功学到的 听到这里 猫哥已经等不及 想为自己争取一个报名的名额了 因为 透视眼 肯定是个伟大的超能力啊 第二 猫眼男孩 猫最大的特点 就是他的眼睛 拥有超强的夜视能力 但 你有想过人 也能拥有猫眼吗 在中国广西 就有一位九岁的小男孩 他的眼睛具备猫眼所拥有的一切 他瞳孔 天生 就是浅蓝色的 而且也拥有超越常人的夜视能力 人在身手不见屋子的夜晚 清楚地看出鞋子 而夜晚灯光照向他眼睛时 还会反光 有如猫一样 但这猫眼男孩的能力 究竟是什么原因而造成的呢 他的父亲说 在他两个月大时 眼睛就跟常人不一样了 直到八岁的第一天上小学时 他引起了班主任老师的注意 因为白点体育课的时候 小男孩的眼睛总是睁不开 疑问之下 才知道小男孩完全接受不了八天带来的强光 而有一次晚上 和朋友抓蟋蟀时 其他的小朋友都戴上手电筒 只有他完全不用手电筒 反而还是成功抓最多的那个 在这之后 村里的人开始对这件事情 议论纷纷 说他是猫腰转世而来的 但其实这些都是无极之谈 针对这件事情 医学专家对此也进行了诊断 并得出了结果 这小男孩的眼球 红膜上缺乏色素细胞 硬直瞳孔 看上去是蓝色的 而且就连后面 视网膜上的色素细胞都没有 所以白天在教室外 感到光纤刺眼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当然 目前医学上 并没有确切的治疗方法 但好在这种病 不会对小男孩的成长发育 造成不良影响 第一 天生神力 大多数的人到健身房 就是想要一个完美的体态 而这些都是靠后天锻炼而成的 但当你锻炼到要生要死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过 其实这世界上 有人一出生 就是天生神力 还自带六块腹肌 完美体格的buff呢 一名来自美国的小男孩 Liam Hoistra 在其他婴儿还不能站直的情况下 五个月大的他 已经可以上下楼梯 而八个月左右 就能单独的坐引体向上 非常的夸张 在他三岁的时候 他比同龄的孩子 要躲48天以上的肌肉 而窩力也是同龄人的三倍 因此他也被人们誉为 是地球上最强的婴儿 但这看似非常厉害的能力 其实是一种非常罕见的疾病而造成的 这种疾病也被人们称为 遗传性肌肉生长医治类疾病 但这并不是常见的肌肉萎缩症 而是肌肉肥大症 这罕见的程度 应该也没有多少人有听说过 虽然这么说 但这种疾病 不但能够快速的生长肌肉 同时还会抑制体内脂肪的含量 而也就是说 大家可以随意的吃很多垃圾食物 且不需要担心自己变胖 这简直就是我们这些懒惰运动 肥灾的终极梦想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